这条会生孩子的靓女正在生着孩子 她八年来已经连续生了十二个 但每个孩子生出来靓女只看了一眼 反手就被丈夫高价卖了出去 搞得靓女西施伤心的眼泪流流的 直到第十三个孩子出生被暴走之时 西施终于爆发了愤怒的小宇宙 拿着西瓜刀捅了丈夫十九几下 丈夫瞬间就已经再死不能了 事后西施拿走家里所有的存款 只要看视频点赞加了关注 那个人必定会成为下个百万富翁 西施拿到钱并没有选择远走高飞 而是选择留在这座城市寻找被卖掉的女儿 她首先在市区租下一间闺房 随后闪现到对面的公寓应聘保洁的工作 本来管理员是百般刁难的 直到西施承诺50%的工资给她做外快 嘿嘿 管理员听见这种好事立马答应了下来 给西施弄了一份维护公寓整洁的工作 工作期间她总是往六楼下看去 里面住着一对中年夫妻 而西施每天都会特意来到六楼 将这户人家的门牌擦得好嗨得干净 她这个举动让这家人的女佣特别高兴 久而久之两人就成为了好闺蜜 这天西施还特意请女佣看了场电影 实际上她的目的是偷钥匙的 紧接着西施假装肚子里有屎在滚 然后急急腿闪现到对面组传了锁店 配了一把一毛一样的钥匙 就在两人吃宵夜之时 西施大大力几番茄汁喷了女佣一声 随后趁机将钥匙放回她的背包里 等到中年夫妻出去嗨啼的时候 她就用配好的钥匙偷偷来到六楼别墅 开始东找找西翻番的 突然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吓得西施躲在角落洞也不敢动一下下 没想到进来的居然是管理员 只见她将工作台上的金粉扫在纸上 一波操作之后管理员满意离开了 西施也趁机闪现了出来 她并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次日西施看到女佣下楼有点辛苦 于是就拿刷子大大力领她的脚 女佣重心不稳连滚带爬摔到楼梯下 直接摔成了不能动的植物人 导致中年夫妻需要重新招个女佣 西施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通过细心品尝中年夫妻吃剩的宵夜 从中知道了他们家人饮食的习惯 而西施因此很顺脚成为新的女佣 可海老每次进衣帽间都带了一个箱子 还找借口将西施了出去 这让西施意识到里面肯定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于是她趁主人不在家偷偷打开暗格 发现里面有一套祖传的保险箱 但毛友密码西施却毫无办法 次日就在秋香准备存点黄金首饰之时 西施则透过门缝偷描到了密码 好巧不巧秋香说要去西伯利亚玩个一年半载 自己的女儿翠花就托付给西施照顾 不久后西施通过密码打开了保险柜 里面的金银珠宝并不是她想要的 经过一番的查找之后 西施终于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文件 第二天她按照吩咐来到了学校 却看到翠花哭得眼泪流流的 原来她在学校被同学暴揍了一顿 西施因此对老师发出一番警告 右手脚脚被绳子牢牢捆绑 下一秒西施大大力将她推倒在地 翠花再次站起来又再一次被推倒 这场暴行整整持续了三五个钟 西施才慢慢解开她身上的绳子 没想到翠花拼尽全身力气站了起来 对着西施就输出一顿耳光连还掌 西施见此却被越打就越开心 原来翠花从小就胆小懦弱 每次被同学们欺负后不但不敢还手 还特意躲起来偷偷地哭泣 西施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之后 翠花也慢慢懂得了如何保护自己 西施的工作能力也得到了中年夫妻的肯定 翠花跟她的感情也一天比一天好 就在西施还澄清在幸福之中呢 意外也很快发生了 她租的公寓不知被何人砸得稀巴烂 出门又被两个身穿圣诞服的人暴力输出 好在好心的管理员及时救下了西施 但受伤的身体却无法再去上班 于是西施每天都会在学校的附近 远远看着翠花的一举一动 好巧不巧她又被一个男孩推倒在地 西施慌乱中想冲过去帮忙 下一秒翠花却站起来以九鹰白骨爪回击 西施见此笑得有鼻不见眼的 放学后翠花想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就在翠花趴在树上不停数玩树时 回过头却看到已经在死不能的丈 西施心里有骨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她开始四处寻找翠花却毛见到人女 西施跌跌撞撞回到中年夫妻的别墅 进门就说翠花被人绑架了 并让秋香赶快报警处理 秋香听完后一脸猛逼的 原来翠花早早就回家了呢 次日西施准备带翠花出去吃宵夜 却发现自己的老爷车被砸得稀巴烂 秋香觉得西施肯定欠了高利贷被追债 为了家人的安全毫不犹豫开除了她 但西施每次都会在放学路上等待 跟翠花玩得很是happy 而这一幕被远处的秋香喵倒 于是她开始偷偷跟踪西施 想要知道西施到底想要干什么 看着西施时常会到养老院看望老庸人 秋香貌似明白了什么事的 这天西施像往常一样看着中年夫妻的鬼房 却看到秋香也一直看着自己房间 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 随后西施就急击手开始收拾衣服 哇丢 原来是丈夫颠仔闪现了过来 他拿到桌子上的刀却被西施咬上一口 虽然挣脱了束缚还是被颠仔控制住 并威胁西施交出所有的马内 就在这关键时刻门铃响都不停了 开门后发现来的人正是秋香 他看到房间里都是翠花的亮照 也意识到西施可能就是他的生物 可秋香也不想失去翠花 于是就放出狠话说不想再见到西施 他们两人的对话都被颠仔听到 秋香前脚刚刚离开 颠仔就拿走了西施的身份证 并威胁西施两天之内交出马内 不然必定会让他死无全尸的 没想到西施第二天去买菜时发现 秋香连车带人被警察从河里打捞上来 河里被打捞上来一具死的不能再死的尸体 西施见此惊慌到了脚底 由于她是死者家请来的女佣 西施被当作嫌疑人带到警局 警方不但找到刹车被认为破坏的痕迹 并在车内找到西施的身份证 还有一只西施祖传的刀跟鞋 就连方向盘也有他留下的指纹 西施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也说出了事情所有的真相 原来颠仔杀死了秋香之后 又再次找到西施要他交出马内 他无奈之下将颠仔带到野外树林里 没见到马内的颠仔瞬间火大火大的 两人也因此比划了起来 慌乱中西施拿棍子敲击了一下下颠仔 他的脑袋撞到石头上直接领了喝饭 西施当场就将颠仔给埋了起来 警察通过西施的口供 很快就找到在死不能颠仔的尸体 随后西施还说出了自己悲惨的遭遇 他被颠仔控制八年的时间里 前前后后生下了十二个孩子 全部孩子生下来西施都只看了一眼 就被无情的颠仔当户物卖掉 而现在的翠花正是他第十二个孩子 他通过接生婆问到了女儿的地址 并通过中年夫妻保险柜的文件证明 翠花正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接生婆被带到警局说自己说了话 自己给西施的地址就是颠仔随便提供的 看来这一切都是颠仔的圈套 警方通过DNA检测也证明 翠花并不是西施的亲生女儿 西施听完后脑袋不停嗡嗡嗡坐下 当场就崩溃晕倒在地 她心里的悲痛与遭遇无人可懂 最终西施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十年 服刑之前她再次看望了翠花 两人的感情依旧非常浓厚 西施觉得自己就是她的母亲 很快时间就闪现到十年之后 西施也行满是放出了狱 她坐在门外的凳子上思考人生 下一秒一条有点亮的靓女走过来 西施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翠花 看来两人又可以再续母女之情 看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